冬季旧园里面生存的第43点啊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玩到了这个游戏的默契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毫无压力的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因为我们家里边有农田 里边呢还有牧场 养的一些小动物啊 然后我们家门口的湖里边还有一个捕鱼网 现在我们的吃喝还有保暖问题已经全部得到了解决 当然啦我们还可以步入下一个时代叫做蒸汽时代 但是我觉得啊 兄弟们我们现在要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打扮梦影龙 我们就不必进入蒸汽时代了 趁现在暴风雪还没有来啊 我们准备一些食物水源 咱们出门探索一下 我记得有同学和我说 在这个沙漠里边有很多宝藏啊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沙漠遗迹 获取一些更加强大的武器还有装备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加轻松的挑战梦影龙 还有一个问题呢 那就是如果我们想去往墨地 必须要去下减拿到猎粉来制作一些梦影之眼 所以我们这次出门对于黑钥匙的需求也比较大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钻石搞啊 黑钥匙只能从这个箱子里边搜刮 来来来我们来熬两锅汤啊 一锅鱼汤一锅鸡肉汤 要保证我们出门食物足够多啊 我们这次出门应该要走的特别远 所以这个食物和水源需要多带一些 鸡肉汤还有鱼汤呢 营养是特别高的啊 兄弟们只要喝一碗就可以回复大半个保时度 我们这个罐子里边还有上次下罐 没有吃完的食物还有水源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带一下 那鱼汤的话已经熬好了啊 用完把它盛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熬一锅鸡肉汤啊 鸡汤五个鸡肉一个鱼 再加三个马铃薯 这样的话我们熬出来的汤更加鲜美一点 而且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好的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可以出发了 而且我们现在还带着一个睡袋啊 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可以睡觉 而且还有一套的保暖装备 现在天黑了 我们睡觉明天一早怎么就出发 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 看下能不能找到更加强大的武器还有装备啊 最重要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地牢 好那下边我们赶路的过程给大家跳过一下 我们最好能找到沙漠 据说沙漠里边是有很多遗迹的 我们已经走了一千多阁 兄弟们这边发现了传送门啊 传送门上面还有些金块 可以把这个金块带一些 这边还有一个石箱子啊 哦金苹果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还有些金粒 还有两个附魔的金装备 一个头盔一个裤子 可以带一下啊 好兄弟们继续赶路吧 这边好像是一个宾次平原啊 哎 这边好像是一个女巫的小巫 哦前面的话应该是一个沼泽地的地形啊 过去探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女巫 我们这次出门带了弓箭啊 可以远程用弓箭把这个女巫解决掉 好解决 但是这边这个犀牛是怎么上去的呀 兄弟们 好看一下这边这个女巫小巫有没有宝藏 这边有个黑猫啊 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箱子 应该是没有箱子的 最多有一个炼药锅 果然如此啊 兄弟们只有一个炼药锅 那我们就继续赶路 哦这边又发现了一个雪屋 里边还有张床 哎刚好啊 现在天应该快黑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雪屋里边修整一晚 下边有羊毛地毯 那下边应该是有个下去的通道的啊 我们先把这边挡起来 如果我们出来天黑的话 我们就在这边睡一觉 果然如此兄弟们 这边有一个下去的通道啊 下边有什么东西啊 哦有一个村民 还有一个僵尸村民啊 应该我们可以用这个金苹果 来把它变成正常的村民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需要药水 所以我们把这个箱子里边东西 来给它带一下 还有一个金苹果 可以啊 现在已经有两颗了 这个村民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啊 因为我们家的附近就有一个村庄 那我们就走吧 又找到了一个高桃啊 其实这个地方我不太想探索啊 因为上去特别费劲 而且 这什么 剑齿虎 我记得我们家附近之前也有这个东西啊 但是它对我是没有攻击性的 没想到这个剑齿虎会打我 掉了一个剑齿虎牙啊 我们上去看一下也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的话我们就走了 这个高塔上去特别的麻烦 这个附近是一个沙漠啊 兄弟们 我们明天可以在这个沙漠探索一下 哦不错呀 这个箱子里边有三颗绿宝石 还有一些锈铁钉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沙漠地形啊 这边又发现一个掠夺者哨塔 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掠夺者 我们可以上去把这个箱子搜刮一下 但是这里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东西的 我现在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沙漠的神殿 不应该叫沙漠神殿啊 应该叫做沙漠遗迹 这个遗迹里边据说有很多强大的武器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在沙漠里边已经赚了很长时间了 好吧 把这边的箱子搜刮一下 我们就找这个沙漠遗迹啊 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 兄弟们 我看其他博主玩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遗迹 但我为什么还找不到 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大家看视频可能有点短啊 但是难怪已经在这个沙漠里边 都都撞着撞了很长时间了 哎哎兄弟们 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个东西有两个可能啊 第一个就是村庄 第二 哎 什么情况 哎我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陷阱吗 哦 这边是一个陷阱啊兄弟们 只要不注意就会掉进来 我们先上去 如果这边不是村庄的话 那肯定是地牢 好的 上来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危险啊 如果下边是一片峡谷 我直接摔死了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看有灯笼 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村庄啊 只有村庄才有灯笼 地牢应该是没有灯笼的吧 但这个游戏里边的地牢 和普通的地牢不一样啊 这边是一个村庄 有铁傀儡 村庄的话也没有什么好探索的啊 我们随便看一下 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没有的话我们就走了 哎兄弟们 我发现这个村庄里边 一个村民都没有 难道说这个村庄的村民 全部都 哎 这什么 哎 这边有金块 这个建筑好像是一个王座 是一个宝座啊 哇 用金块搞一个宝座 真奢侈呀 兄弟们 好 我们先把这边的金块 全部都带走啊 还有银石 银石也可以带一下 我们还获得了一些种子啊 这边有未知种子 还有工业大麻种子 这两种种子 我没有见过啊 可以带回去种一下 看一下能种出什么东西 经过我一段时间探索啊 兄弟们 这个村庄里边什么都没有 甚至一个村民都见不着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家啊 找一下地牢 啊 暴风雪又来了 哎 不是兄弟们 我们在家里边待了十几天 都没有暴风雪 只要我一出门就下暴风雪 这怎么办 我们能回家吗 我们这个装备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啊 如果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村庄里边 我们待的食物绝对撑不下去 现在谁都不能保证 这个暴风雪会持续多少天 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 我们绝对会饿死的 所以我们要冒险回家啊 我们这个装备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观察小地图啊 如果发现怪的话 我们就绕道走 如果特别冷的话 我们可以就地刨坑 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装备的保暖值 还是比较高的 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火堆 也不会失温啊 如果感觉比较冷 我们刨一个洞休息一下就好了 哦 我们现在就开始失温了 兄弟们 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就地刨一个洞 好 在这个洞里边恢复一下体温啊 体温恢复到正常之后 咱们就可以继续赶路了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蓝色的进度条 正在慢慢的减少 OK 第二天了 我们继续走啊 虽然说这样比较麻烦 但是坚持一下 我们总会回家的 啊 我们回来了 兄弟们 我已经在小地图看到了我家 看到了我家的狗 还有一个苦力怕 先把这个苦力怕解决一下啊 它看到了我 把它解决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哇 兄弟们 第一次感觉到家是如此的温馨 把它解决 好 回家 回家赶紧烤烤火 我们现在已经特别的冷了 哦 好冷好冷 啊 可以啊 知道吧 终于回家了 我家的狗在我家等着我 拿些煤炭 哇 点火 哎 小狗往边走一点啊 小心烫烫着你 往边 走 哎 你这 哦 它应该也比较冷啊 不愿意离开火堆 我们在这边烤下火 现在暴风雪来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农作物 应该不能正常的生长了 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些煤炭 启动这个能量塔 这边的白萝卜 还有黑曼 已经成熟了很多啊 可以把这些成熟的这个农作物 采集一下 能量塔开启之后呢 这个温度已经来到了 零上二十度啊 这个小麦也是可以正常生长的 我们现在就算是外边是暴风雪 也可以维持我们的食物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毫无压力的 在这个世界中生存 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是看一下能不能搞一把钻石搞啊 然后能不能去到墨地 把这个墨影龙给它干掉 我们下期再见